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油条的做法 多加一样食材,保证你吃一次就忘不了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先准备普通面粉400克 打入两个鸡蛋,约100克 加4克酵母粉 5克食用盐 再加一勺菜籽油 倒入200毫升的纯牛奶和面 边倒边搅拌 一直搅成大面絮状 再下手揉成面团 按照这个比例活出的面团偏软一些 先饧上5分钟,接着再揉 这样能增加面团的筋性 炸出的小油条,蓬松有嚼劲 揉至面团表面光滑细腻 放在温暖处,行花子两倍大 趁花面时,我们准备5克小茴香 倒在保鲜袋里面 用擀面杖擀得碎一些 也不用太碎,有点颗粒状就好了 这样吃着更香 两个多小时,面团也发好了 里面都是小气孔 把擀好的小茴香倒进去 充分的和面团揉均匀 同时也能排出面里的空气 面团揉均匀以后 盖上盖子,再醒10分钟 这样容易擀开 在面团上抹一层薄油 拿出饧好的面团,不用揉 用手压扁 擀成一个长黄形的面饼 也不用太薄 厚度约0.5厘米就可以了 先用刀从中间切开 分成两份 接着再切成一纸宽的小面剂 慢慢的把面剂全部切完 起锅烧油 用筷子试一下油温 放进去立马冒出小气泡就行了 沿锅边慢慢的下入生胚 上锅炸 油温高一些下锅 生胚立马就浮上来 用筷子翻动 炸的过程中 小油条会鼓起来 可以用漏网按压 使油条受热均匀 一直炸成金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这会儿都能闻到小灰香的香味了 这样炸的小油条 外皮有点酥 里面松软还空心 加入了小茴香 口感很独特 风味十足 比普通的油条好吃多了 炸这个油条 面团也要火得很软 多揉几遍 油条吃的松软 才会有嚼劲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作画 可以做给家人吃哦 我们明天见